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像我这种哭着喊着倒贴 这么不现实的女人 现在毕竟没几个 你以为你开了个面馆 能送个快递 能扛个大包就能娶媳妇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沈莲不看这些 况且 我快把她娶到门了 娶进门了吗 这不还没娶进门呢吗 没娶进门 你就别把话说这么满 就算之前她脑袋一热 同意嫁给你 那也不见得 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就能跟你生死相随 行了 你别说我们家沈莲了 我们家沈莲可是个好女人 女人 女人很难说的 再说了 你们俩有实际的差距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教练老师 人家是中产阶级 你呢 草根 屌丝 你是无产阶级 你现在不仅无产 你还背着一屁股债呢 你们俩现在都不能说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了 那得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就是实际差距 再跟你说点实际的 现在沈莲每个月的医药费 每个月的治疗费 那得花多少钱啊 你又帮不了她 你忍心让她带着病 还得挣钱 还得负担这一切吗 我跟你说啊 青森 我是个男人 男人没有不想成功的 你以为我永远愿意倒霉啊 这么跟你说吧 有些女人 那是需要用经济能力来照顾的 还有些女人 那像我这样的 那是在你最倒霉的时候 把你拽起来的 我 我 没事吧你 没事 没事 你喝了多少 真是 坐坐车 喝 给你吃 来来来 我喝了有点多 我就不送你了 行了 你甭管我了 好 好 慢点 小心脑袋 好 师傅 安全总回家啊 拜托了 好的 好的 没事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不太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怎么样 给你买点饭过来 行了你就 你以后别那么麻烦了 这吃医院的饭就行了 不要再给我买了 来 把花给我 你说 你住院就我一个人知道 我要再回来看你 我还是忍 来 青子 你找过多生了吗 她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我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早了 所以说她失魂了魄 说了两句话就看一眼手机 要不是我陪她跟哪儿聊天 她准备着急在家转圈 把地上踩出个洞 我也没有办法 再等几天吧 等我出院了 我再找她说清楚 可是沈莲姐 郭东生她对你 真的是一往轻深 无论我怎么说 她就是不相信 你会是个能嫌弃她的人 除非 你接着说 除非她亲眼所见 亲耳听你说 这又我的 理想 秦 态 女朋友 哎呦 还站住